今年以来陕西省安康市境内频频发生胡蜂伤人事件 据当地卫生部门初步统计 从7月初至今 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共接诊胡蜂折伤患者583人 已治疗494人 正在接受治疗70人 死亡19人 据了解 胡蜂又名黄蜂 每年5至10月活动频繁 常驻巢于林内树叉上或土屑中 有时在村镇居民的窗炎下 其蜂巢被老百姓称为葫芦包 在安康市中心医院肾内科病房 记者见到了被胡蜂折伤的患者慕从慧 他今年55岁 去地里看骨子的时候 被胡蜂折伤了 目前已经在医院治疗了近两个月 做了13次透析治疗 据了解 安康市中心医院肾病内科 近5天就收治了19名 被胡蜂折伤的患者 其中7人重伤不治 就是皮肤的过敏 红肿 疼痛 重重的话 病人可以出现血尿 急性的肝功能 肾功能 损害 主要是这样的一些表现 对于轻症的病人 我们只是进行一些 对症处理 对于重症的病人 就是说出现了 急性肾功衰 肝衰竭节的病人 我们积极地进行 血液透析加灌流治疗 专家指出 胡蜂折人现象多发的原因 与环境改善和今年气候异常有关 今年8月9月持续高温 然后是干旱 高温干旱推迟了胡蜂休眠的时间 所以近期还是活动十分猖獗 对于轻症的时间 对于轻症的时间